沒有聊世紀 天天都怪心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我們來看哥德仁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 阿拉伯地圖 現在來介紹一下紅色選擇的是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這個織布技術 可以馬上研發好 而且他打野豬的傷害也是特別高的 所以很適合一開場拉個一村 去拉對方豬 去把對方的豬給射死 搞豬搞入的方法 都是很適合哥德仁的 哥德仁除此之外 還有步兵減免 有這個六五折的效果 到地勇時代 哥德仁還是比較適合打步兵火槍火砲為主的文明 弓免部分的話雖然沒有強弩 但是戰毛兵是有三級色 還有三級防 所以戰毛兵來說是可以用的 哥德仁城堡時代也可以考慮打騎士 因為起兵鎧甲是有二級的 但是沒有三級的馬卡 但是也有品種 所以哥德在打團戰來說 內加也可以考慮打騎士暴 去幫忙隊友 到了地勇時代的話也可以打步兵 都是很適合哥德的後期打法 還有團隊的戰術選擇 接下來看一下條盾人 條盾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農田很便宜 而且他的騎士跟步兵 到了城堡時代開始 都會增加一點的近戰防禦力 所以條盾人的步兵跟騎兵 都是非常坦的 條盾人的能力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就講一些比較重要的 條盾人他的後期 主要是打遊俠跟步兵為主的文明 工程器也可以考慮 因為他有鋼鐵甲科技 可以增加工程器的近戰防禦力 讓對方騎兵單位來解的時候 會更難解一些些 條盾人還是比較適合打投車 還有這個奴炮 甚至打衝車都是很適合他的 條盾人的話比較還是適合打180遊俠 因為他的騎士的近戰防禦力有7點 他的條盾騎士算是比較堪用的 但是遇到哥德人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條盾騎士基本上是屌打哥德的 應該說是屌打應該是無誤了 真的蠻屌打的 但是哥德本身有火槍 所以條盾人即使出了條盾騎士的話 哥德還是有反式的方法的 所以這部分哥德還是不用太擔心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左邊黃金 在左金是主金 上方是果子 下方是石頭 右邊的話是有附金 看起來還行 而且木區的部分也蠻好圍的 沒有到非常難圍 右邊的話還有一塊木區 左邊這個也算 也算是有點危險的這個木區 如果右邊要圍的話 可能是這樣圍圍圍到底 這個可能要直接圍在裡面 然後就要這樣圍圍圍圍圍到底 不然就是要這樣圍 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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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這樣小圍的話會被燒的東西有點多就是了 這個伐木場開的位置很奇怪 怎麼是開在背面 他可能看到這個凹槽了 就受不了了 那這個伐木場CP走其實很高 因為他有個凹槽在裡面的關係 所以他基本上 即使挖到這麼外圍的木頭區 也不用離得太遠 那如果你想 如果你把這個伐木場放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挖到這邊的墓區的時候 來回的距離就會變得很遠 所以一開始下伐木場的位置 就要去思考一下 那這個凹槽處其實很適合 但入宿的話我會選擇這個位置 這個更裡面一點 凹槽更好 所以有時候下伐木場的位置 也會決定你這場經濟的成敗 那我看到這邊 條頓的人決定要把這邊小圍住 直接用木場圍死 然後來挖附金 然後把伐木場圍在裡面 哇 這個真的是太有想法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他可能就不會大圍了 全部為資源點 然後防守 那條頓的人本身他的塔攻也是特別厲害了 因為他的劍塔可以裝載兩倍的人口 可以到死人口 那但是死人口的話也是只能裝載八個人 去增加劍塔的傷害 所以條頓的人來說打的塔攻也是非常強大 但是要前期拉八個人 去前面塔攻其實是很傷經濟的一件事情 好這邊我們來看到棒棒三隻已經過來 喔這邊圍得很快 趕快敲 直接敲出了一個木門 然後把資源點圍好了 上方的馬就直接補四級要來黑跳城 哇靠 這個是一個超絕黑跳城啊 但哥德這邊有投資裝甲步兵的升級 這邊有看到暗得是冰工廠跟四級 而不是馬就射箭廠之類的東西 那這邊喔 黃甲克應該就有意識到了 哥德這邊應該就看到了 你這邊是四級加冰工廠 就是黑跳城的意思 那這邊只要蓋好冰工廠跟四級的話 那條盾還是可以順利升到城堡時代了 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把石頭賣掉 或是把木頭稍微買賣一下就可以了 買個一百肉 快買一百肉 OK 這邊是賣了木頭 然後買了一百肉 然後石頭留住 那石頭幹嘛呢 可以插前面這塊金喔 這個地圖真的太爛了 這邊工兵過來 結果被肉麻砍掉 這樣有點虧喔 但如果工兵還可以再繼續攔截的話就很賺 這邊肉麻可能再抓到一隻嗎 哇 撞到槍兵死去了 那劍塔的部分 看要投資這個 果子區 還是上方的金礦區喔 投資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就直接拉著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留念了 我也覺得差在金礦區比較好 差在果子的話是有點虧啦 那哥德人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該怎麼打呢 其實也很簡單 就去打他建築物就好了 那目前看到這邊 直接買了一百石頭 插了一根劍塔 條盾這邊的應對方式非常快速 而且現在農田很便宜喔 可以馬上就可以轉出大量農田 去轉出自己的城鎮東西的 所需肉量 那這邊直接轉出了修道院 那也可以轉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反思也可以喔 大家這邊是轉一個雙修道院 然後爆挖黃金 想用老頭 去招搶對方的所有工兵 還有這個裝甲步兵 做一個反思喔 那哥德這邊呢 盡量就不要再出什麼肉碼 或是步兵單位喔 拖延自己上城堡師帶的時間喔 直接轉出大量工兵往前就好了 因為工兵是只吃金跟木頭而已喔 所以本身是不傷肉的 所以皇甲克這邊應對方 也是非常OK的 但是 美中部主的地方 是沒有第一時間 去拆對方的市集喔 或是兵工廠 這些事情或模仿 但對方一轉出老頭之後 要去拆就不太可能了 這個算是小小的細節啦 但我覺得也拆不掉就是了 如果第一時間去打的話 可能剩下一點點血 因為對方上城堡塞速度實在太快了 也不好講 如果 在他點城堡塞之前就開打的話 應該是可以拆得掉 有點措施兩技了 但為什麼他會措施兩技喔 是因為他想要看裡面到底有沒有 下劍塔 如果沒有下劍塔的話 步兵就可以打 但條盾這邊是直接買持久方直接插劍塔 所以這個戰術喔 已經 有點被克制到了 哥哥這邊直接轉出了馬凱 這邊是要來出肉馬 這邊為什麼不是出騎士呢 因為條盾老頭可以招響 而且 這邊直接 六隻老頭 一開招 招到兩隻 裝甲步兵 一隻 槍兵也被招響走 轉騎士的話會被 桃盾給招響走 而且桃盾本身的單位 有抗招響能力 這個團隊加場 可以抗招響 非常強大 所以哥德仁本身要出 修道院去招響對方單位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但我覺得這個時間 還是要出修道院 至少去撿個生物 給對方一點壓力 也是蠻重要的 也不是到不能出修道院的地步 好調整這邊開始慢慢轉出自己的經濟 肉馬升級上去 六隻肉馬 清起兵 加上耕種技術 這隻村民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哇被抓掉 肉馬還在按 這邊可能要轉一些槍兵囉 老頭可能要被解掉了 來得及收嗎 哇兩隻老頭來得及 但後方有更多的老頭 11隻老頭在後面 這邊要直接用老頭全部應招了 有點猶豫喔 本來想出去 但是被村民堵了口 這邊趕快要再補一個菌印喔 再多補一點 要不要用買賣方式 去買個木頭之類的 這樣也不用了 趕快去補一下 現在老頭遇到這麼多肉馬 沒有重裝長槍兵喔 只能被封在家裏 哥德這邊想要上前嗎 看第一時間抓的是村民 不是老頭 這邊抓了一隻村民之後 想要抓第二隻第三隻 但有可能被招翔掉嗎 哎呀 還是被招翔掉兩隻肉馬 右邊的肉馬也是抓掉了一些村民 還不錯 但我來說其實並不虧 但肉馬這邊要砍到 四刀 五刀才對 才能收掉一隻村民 哇這邊抓到蠻多喔 騎一隻村民喔 這邊肉馬又再次上前 砍到了幾隻老頭 這邊有點 忙不太過來的感覺 肉馬要再繼續往前 往裡面噴了過來 趕快招翔繼續招 哇這邊老頭死上有點慘兆 沒有再繼續招翔了 下面也沒辦法收老頭 老頭一直被追著打 哇果然存控老頭有點困難喔 出了這麼多老頭 要緩擊回去 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哇右邊這邊村民死傷慘重啊 一直沒有注意到右邊被塗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樹已經被哥德這邊反超了回去 50村對上39村 下面肉馬 還在肉 這一波打起來 哥德非常的賺 哇條盾這邊是不是要被打爆啦 感覺不太行啦 剩下為兩 入秋啦 三村 被烤到只剩三村 地上大片的屍體 123 4 5 6 7 8 8村 大片 太慘了 總共被吐了16村 加16 加40 哇 反而是56村喔 跟哥德一樣村民樹 但現在哥德直接反超14村 優勢非常巨大 好3TC也補下了 哥德這邊投資的肉馬 其實就不虧喔 反而有很賺到 讓對方的老頭跟 單位全部都在家裡 不出門了 而且還砍到一些村民 這一波交換來說 哥德是非常非常賺的 基本上 一般情況來說 我就投降了 我就覺得沒希望了 十拿九穩的東西 但條鎮這邊 是沒有投降 反而是選擇繼續出老頭 出到了將近快20隻 穩天 這邊用招翔到肉馬 也去到哥德家裡 繞個一圈 哎唷 抓到這邊的村民 來得急跑嗎 村民回頭 被抓到了一村 兩村 這邊有點被討到了 哇 結果後面那一村也拿不下來 肉馬這邊再次上前 想要抓 抓老頭 但是老頭都在城市中心旁邊 沒有辦法打得到 這邊工兵終於過來 如曉一下 好這邊守車 老頭再次向前 這邊哥德終於升級的 二級的馬卡 肉馬二級 防 還有品種 二級工 待會可以考慮補一下 我覺得沒有必要就是了 這邊開城鎮中心被抓包 說不定可能要被抓個幾村 這時候條盾也開出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哇這幾隻工兵還沒有送掉 保留得好好的 格德 格德打一個最濃的 因為格德也知道 這個文明 打強軍師來說經濟會很差 後期有點會後繼無力 如果被對方手下的話 基本上就是沒後期 看來要開弄還是有打算要來打這個 帝王步兵的 一個想法 那條盾這邊也是開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打的也算是偏開弄 但是這邊 皇甲克的手術還是很快 這邊瘋狂招 想用肉馬去繡對方的 村民還有老頭 哇這邊確實繡到非常多的單位 好這邊村民死圈 全部收到六龍塔裡面 可以收八個人 但是老頭果然被砍掉了 哇這邊肉馬有二方之後 劍塔怎麼射都有點癢 哇又再次收到了大量的村民 這波護卡有點虧 這邊在控右邊的老頭去招搶對方的工兵 四隻工兵被招搶掉 但是自己的聰明死傷慘重 被多靠六村左右 哇這一場 看起來條盾有點走遠了 哇靠這裡又更多的肉馬衝過來 但是看這一刻撈了 為什麼會撈了 因為前面有槍兵之外 這個老頭都在城市中心附近 就算上前 可能老頭也可以安然無量 去收回去這個城鎮中心裡面 各著之後補下二宮跟二級的農田 哇開下第五個城鎮中心 左邊終於要圍死了 不想讓對方的肉馬再繼續進來騷擾家裡了 這邊佔了一個高地 準備要來蓋城堡 城堡可能會蓋在右邊這個位置 高地 防守一下 槍兵終於升上去了 但條盾這邊一級木也沒有點 哇經濟其實很差喔 好這邊用肉馬收掉了幾隻老頭 但是左邊有非常大量肉馬衝過來 15隻的肉馬 想要來收掉這邊19隻的老頭 有機會嗎 但是重裝長殺兵陸續慢慢補了過來 老頭也在持續招翔當中 這邊直接招到了大概 15隻的肉馬 大量肉馬直接叛逃 變成條盾人的肉馬 各著15隻肉馬 最後只剩下兩隻 WTF 這個招翔速度也太快了吧 這個條盾好猛啊 OK 那你的肉馬就是我的肉馬 條盾人表示 接下來換我用肉馬玩遊戲 OK 條盾的時候點下了救贖思想 各著這邊經濟來說還不錯 有1000多黃金 稍微買賣一下 農田數還是不太夠 42片農田其實夠了啦 但是這邊還要速生帝王的話 可能會有點壓力喔 這時候條盾沒有把城堡蓋在家裡 反而是要往前蓋 這邊出來的村民被抓包 那沒有辦法 這邊蓋城堡 能蓋得下去嗎 這個第一機感覺不太好敲 多馬都在防守當中 OK 第一機敲了下去 哇 這根城堡可以收掉兩個城鎮中心 還可以收到大概七八片田左右 左邊這個城堡也是建立起來 不想讓條盾陸星到左邊這個附近的區域喔 這有兩塊附近喔 非常珍貴喔 這根城堡放在這個位置喔 合情合理喔 非常適合 後面的肉馬繼續攔截過來的槍兵 還有村民 條盾這裡好像沒有意識到 後面一直被斷兵的樣子 但正面一直在瘋狂招搶對方的單位 還算是賺到了一些甜頭 而且這時候已經在招搶對方的馬舟了 已經招到一個兩個 兩個馬舟都被招搶掉了 現在直接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後方的肉馬想要再繼續往前 通往條盾領地 但條盾在右邊的高階也補了一個城堡 開始進行防守 好 這一根房子 要被招掉了 但條盾這時候還沒有點帝王 哥德反而是帝王補下了 好 那目前沒有一個良好的進攻方法 這邊哥德收村 裡面有15隻村民在這邊射箭 這樣把這15個人直接拉走 拉到右邊開城中心 再到旁邊開弄 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過他裡面有點不切實際 對啊 放出來會比較好 好 這邊轉出了衝車 然後住進了一些 這個是要拉牆壁去車子裡面嗎 這樣沒有空好 好 這邊想要打出一個破洞 然後衝進去右肉馬塗個濃一波 但右邊已經 被先生奪人了 右邊的肉馬想要進去打個一波 但是被城堡堵在了門外 右邊也都圍死 並有一個良好的洞口 可以讓肉馬鑽進去 條盾這時候補下了 彈道學 哇 那二級射該不會也會補下吧 當然這時候衝車已經來到三台 裡面都塞滿了重裝長槍兵 這裡用肉馬要子也不好解 從下來打的話 打衝車裡面的槍兵也會出來反擊 這個衝車看來是不給人活命啦 這邊肉馬也沒有空好直接撞到城堡上 而且現在有彈道學了 一回頭的肉馬就會被射掉 OK 城堡馬上就被頂開來 不是城堡 城堂中心被頂開來 中間這邊大片的農田 直接沒辦法種田了 布根都有困難 OK 這邊要把裡面的事物給頂出來 左邊肉馬想要衝進去打 但是左邊有兩棟城堡實在是太多了 以上地龍時代的哥德人 馬上補下 兩個巨型頭11 想要開拆掉這棟城堡 這棟城堡一掉之後 哥德就可以開始爆出大量的哥德衛隊友 進行防守 但最大的問題還是這邊 大量的老頭 看能不能反擊回去 好 肉馬再次上前 好 肉馬再次上前 哇 這邊直接幹對方的農田啊 直接堵了八片田 好 但對方 哥德覺得不爽 你居然幹我田 我就要幹你的村民了 開始反制回去 有機會嗎 OK 肉馬也堵了過來 但是哥德這邊肉馬有11隻 條盾只有9隻的肉馬 但還是稍微反擊回去 這時候突然點一下地龍時代 條盾這邊可能要失守城堡 但右方右邊的城鎮中心 可能會有點危險 這邊看起來也是要被頂掉了 這邊所有的村民直接收到城堡裡面 沖車應該是可以打掉的喔 好 但 沖車並沒有要里城堡的意思 反而是轉向 攻擊左邊的城鎮中心 但哥德這時候的村民樹 已經來到127村喔 村民樹其實非常多的 好 這邊用沖車直接開頂 475 點一下是125滴血 有機會嗎 還是175 好像是175耶 再一下 哇 插一下又可以頂掉 這個城鎮中心居然被 修了回來 好 那沒有關係 條盾這時候補下了一級伐木二級農 終於意識到沒有點這個伐木技術了 二級木看不到要連環點一下 好 這時候補了一個護衛技術 木頭點爆亮 這時候木頭可以大 快速撒農田喔 把裡面撒爆一大堆農田 好 往中間補了一個城堡 然後守住中線的位置喔 因為中線不守住的話 自己的這塊腹肌喔 就不能安全的挖掘 補了一個城堡之後 然後開始轉出了條盾騎士 這個 這位 條盾玩家 該不會又要再搞一些奇怪的戰術了吧 這現在已經搞了 指輔兵 硬攻城塔 然後又衝車 日本武士硬衝車 這次是要來怎樣 衝車硬條盾武士嗎 看起來蠻像的 好 這邊還點下了 啟示思想 神拳正式 印刷技術 老頭的功能 該點的都已經頂開了 當然哥德這邊也不甘失落 馬上也要來前壓寶 壓寶位置 壓在中線的位置 這個位置挺微妙的 當然可能看到城鎮中線 想要先拆掉的意思 因為如果城鎮中心 城堡蓋這個位置的話 有點難守到 如果待會要拆上方的城堡的話 就不太好守 下方有些聰明被抓包 死傷慘重 但聰明數來說 兩邊並有差距太多 116吋對118吋 兩邊經濟其實都還不錯 條盾這邊二級伐木終於點下 手推車也補了 一級挖金挖石也補了 化血點了 待會火炮也可以出來 好 後面肉麻 騷擾一波 砍掉了一些村民 村民下降到了 100勝8村 哥德的時候補下大肉麻的升級 這個雀子需要用到大肉麻 哥德這個文明真的很特別 步兵很強 但是他是有大肉麻的 而且這個肉麻是有三攻的 傷害非常高 雖然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有品種 所以這個肉麻也算是堪用的 好 調整這時候再提升自己的步兵的鎧甲 哥德也點下了部位技術 增加一下步兵的跑速 看來是有意想要打步兵喔 欸這不轉射箭場 是要轉戰毛兵嗎 應該是要轉火槍吧 點下來化學 火槍打 調整騎士 沒有問題 左邊攻城 開始了 三台巨頭 巨頭C 開始反制巨頭 當然巨頭打歪 也可以打到一些老頭 還不錯 哇 又一個老頭倒地 這個石頭與石樹建牆 好 這邊條盾騎士直接正面衝鋒 但後面城堡3S還太高 條盾騎士雖然近戰訪問率很高 但是不耐抗箭矢 哇 直接被戳掉兩台巨頭 下面這個城堡 有機會拿下 但是右邊的兩台巨頭C 哥德爾也是用巨頭C反制了回去 右邊非常多的大落馬 直接直接右邊挖村民的 黃金礦村民 但這邊即時收村 損傷並不是非常嚴重 但下方又有更多的落馬 裝了進來 掃了裡面村民 現在這個多線打得非常的緊張 後面再修城堡村民也是 被桃盾騎士拿著小刀戳一戳 這看起來不是小刀喔 是一個常見 這邊想要圍死 但一直有動 大落馬這邊一直 往裡面鑽 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現在還有70隻的村民 已經被擊殺掉了70隻的村民了 但條頓這時候已經補下了三級的板甲 防護率已經提升到最高 7加3 2加4 但金銳還沒有點 金銳再點下去喔 防護率會再更高一些 但這時候條頓已經滿200人口了 這邊要來前壓寶也沒問題 那條頓再點下金冠技術喔 可以提升這個 炮門躲口 可以讓自己城堡射程變成 18加 5 13 射程城堡 所以哥德爾待會要拆城堡的話 就只能用巨型投資機 不能用火炮了 火炮是會被城堡反制回去的 好 這邊的大洛瑪想要突圍這邊的大洛 這邊老頭的攻勢 如果這邊的條頓騎士 直接戳掉非常多的洛瑪 那後方的巨型投資機還在 好好當中 但最後還是被拆掉了一台 條頓這時候補下了金銳 條頓騎士團 準備要 出關了 左邊又補了一個城堡 好 好 現在大洛瑪只要砍三刀 就可以砍死一隻老頭 這邊哥德爾轉了非常多的大洛瑪 農田也來到76片田 其實很OK 哇 又變80片田了 但是洛瑪現在有點開始下水餃了 所以有點沒有辦法 打到足夠的影響力 好 火箱這邊 開始蓄了一些塑料 要來 準備抵抗 待會兒的條頓 復兵大軍了 好 條頓這時候補下二級攻 三級攻也趕快補一下 哥德爾開始在升 弓兵的鎧甲 好 槍兵也升了上去 哇 這個槍兵的防護力好慘啊 0加5 右邊大洛瑪再次持續騷擾當中 但是有這跟城堡在的關係 一直沒有做到非常好的效果 左邊城堡 攻城 好 補下了三攻 條頓這邊的步兵 終於要來提升到 最完美的狀態了 這邊洛瑪想要再次 上前阻止 這邊的工程器 會被抓掉嗎 應該有機會 這邊出現了防守漏洞 果然被拆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第二台巨型頭司機 有機會拿下嗎 哇 不是所有的漏馬 都在攻擊巨型頭司機 這邊被村民給修了回來 這次還一台巨頭 在修理當中 但哥德這樣一直送下去 一直沒有主力部隊 可以進行板子 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 剛剛上前拆除巨頭的時候 也沒有拉火槍 去poke一下正面的 條頓騎士跟槍兵的數量 其實有點可惜喔 好 當然還不錯 至少拆掉了一門巨頭 這樣子拆城堡的速度 就會下降很多 右邊洛瑪再次騷擾當中 這次拉的數量比較少了一點 好 條頓這時候點下了 泡門躲口 精灌技術提升了 大灰城堡 射程會更遠 好 這邊直接想用老頭去招翔 直接招火炮 火炮四門直接到了前方 但又沒有非常多的大洛瑪 直接直擊後方的老頭 但是順利招翔掉了兩門火炮 後方大洛瑪直接上前 打掉了非常多的老頭 但是又被後方的槍兵 加上條頓騎士 順利收掉這一波的騎兵衝鋒 騎兵衝鋒並沒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老頭也只損失了少量幾隻而已 而且還被招翔掉兩門火炮 剩下的火炮也被條頓騎士給收掉了 後面還有一台火炮要上前了 哇 條頓騎士3非常高 又在開戳了 條頓騎士完全無解 精銳裏條頓騎士團登場 17攻 加上4攻 21攻的傷害 近戰防禦10加3 13防 肉麻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遠方還有6 血量100滴血 史詩級的坦克步兵 來了 條頓騎士團 這一波的鎧甲 對的人不太好打 那這時候哥德慢慢轉出了馬弓 哥德的馬弓有點偉妙 要打也不是不行 之前天空熊有示範給我們看過 但 我覺得有點 有點勉強 講時代的 畢竟帝龍時代沒有三級射 我覺得火箱還是更好一點 哇這個裡面轉什麼 攻城塔 條頓騎士硬攻城塔 來了 大肉麻直接抓了一個縫隙 穿到了後方 想要來直擊後方老頭 但老頭這邊收 收聲收得很快 所以老頭收到城堡裡面 但攻城塔這次也遇到了 大肉麻追擊 要不要放下來 這個是想要打誰 不知道 在裡面繞個一圈 被打下來了 沒關係 下車直接反打 直接拿出車裡的武器 開始反打一波 車裡居然搶了很多常見 哇這一波 殺了非常多的大肉麻 看起來條頓騎士的坦克能力 還是非常好 但是後方的肉麻 後方的馬弓加火箱 還是解決掉剩下的條頓騎士 好正面的部分 巨型頭騎機被拆掉了 但是這邊的老頭數量還是非常多 後方非常多的槍兵跟條頓騎士 想要正面突圍 但工程器一直被打掉啊 但右邊這邊又突然蓋起來 非常多的建築 蓋了一個城堡之後 開始產生條頓騎士 連劍塔也開始升級上去了 防禦劍塔 後面產生的是軍營 軍營應該是會產槍兵出來防守 好正面的部分 不一定有沒有空塔 直接衝到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但沒有關係喔 正面互打的話 一定是條頓比較短 哥德這邊正面互打 完全沒有勝賺 反而是損失了非常多的單位 肉麻還在繼續出 但資源已經見底 哥德突然打出了 拒絕 哇 這個條頓騎士團正面 開打 非常的強悍啊 右方這邊又突然蓋一個城堡 直接殺個措手不久 只要右邊的農田一失手 哥德人的農田就會下降一半左右 肉麻的穩定量就會下降 而且後期也沒有黃金了 雖然肉麻一直有在後面騷擾 也確實達到了條頓一些村民 村民只殺到97村 但這邊的部分 如果沒有辦法擊破的話 可能還是難討 意死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哥德這邊拿下15個木頭的勝利 條頓這邊則是黃金的很多 但是條頓這邊有4聖物 哥德只有1聖物的關係 所以後期是非常絕望的 那KD的部分是 條頓拿到1.28 其實也蠻合理的 畢竟條頓騎士的單位非常貴 而且大部分都是出老頭 也有一部分 是因為條頓這邊 躲老頭躲的方式也是躲得很好 大部分的老頭群都沒有被抓掉過 哥德反應一直送肉麻 想要去抓老頭 反應一直被槍兵 或是條頓騎士給反擊回去了 所以其實哥德這邊 並沒有打出非常好的成績 也是這個原因 這也是條頓這邊玩得很好的一個細節 那哥德到底要怎麼打贏這場 我覺得黃甲克已經做到了 很好的一個示範 就是一隻瘋狂派洛馬 去後面騷擾 那確實也把條頓的村民 打掉了非常多 但正面的部分 一直沒有解決 這個條頓騎士的數量 還是非常龐大 後面老頭 還是可以瘋狂造強火槍兵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搭配火槍 配上洛馬 去做一個多面包夾的部分 才有可能打得贏 誰先撐不住氣 或是出現一個防守漏洞 才有可能 打破這個僵局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